兄弟们吃瓜了 世界级后裔酷酷的心竟然被女朋友给戴帽子了 如果你要问我是什么帽子 我只能说是那种颜色的 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在刚刚 郭老师发文称他半年前处了一个女朋友 一开始的话两人感情还挺好 不过慢慢的郭老师发现 郭老师以各种名义找他要钱 一次两次到多次 郭老师开始有些不相信他了 后面忍无可忍的郭老师找着女生打视频电话 结果发现郭老师的反间里竟然还有一个男的 根据郭老师的解释 这位男的是他哥 至于究竟是不是真的咱也不知道 反正没过多久 郭老师就提出跟着女生分手 并要求他归缓前两天过生日转的15000 结果兄弟们你们猜怎么着 这女生竟然晒出了一张捐款截图 表示已经把这钱捐给皮股儿童了 这真的是给我整无欲的 难道把钱捐的就不容还的吗 一个W可不是什么小钱 算得让很多人半年的工资了 再说这捐款截图是不是批的还不清楚 不过有一说一 郭老师虽然是世界级后裔 但在感情上原来还是一个小白 谁摊个对象三天两头转战 这怕不是找女朋友 是找祖宗吧 兄弟们你们对酷酷的新这一步操作怎么看呢